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我怎么觉着 你们两个从来就没在一起睡过 有事吗 当然有事了 不然我来干嘛 那有事就改天再来吧 他真的需要休息休息 我现在跟我哥说句话都要你管吧 我跟我哥说句话 他能拒绝我吗 即使他是要头疼 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负担太重了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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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魂不守舍的 什么事啊 你别对我这么不耐烦 我来找你 是有事跟你说的 看着我 你也不能让他走 他真是 你怎么能赶紧 我 就把他吃了 你怎么能赶紧 你以为我不想啊 我又不是没试过 就是下不来 你让我怎么办呀 哥 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 是不是你也听到那些人 哥 你说话呀 你是不是也听到那些话了 说我们兄妹之间 别说了 不要再说了 别说了 对不起啊 我连累你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以为我不想啊 你以为我不想啊 我每天都在想 要是这个孩子 从来都没有来过该多好 没有一天不这么想 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让我怎么办呀 你不想啊 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 我一定会的 一定会 你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很不安 关心我的药物 其实呢 我幸福过 你表现得很着急 皇婆俊杰也去稳婆那儿 打听我消息 俊杰 不过 我一辈子都不会领她的情 是 她去找稳婆 是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 大前天 她去干什么 那你得去问她 她 她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她怎么会告诉你呢 皇婆俊杰那个人 一肚子的坏主意 谁都不会说 她是对了 你欠唤唤才能不能迫 她应该牵搜到她 你能不能遮兵 你可不得了 那儿是今儿我 任何人的准备 你很快 可快 我相信她 他不会来的 他不会来 是因为他手上 已经没有证据了是吧 你说什么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 你已经去过乡下 为什么今天 刚好就在外面 你 你不傻呀 我本来想着 把这件事情办妥了 再告诉你 没想到你先察觉了 你听连生说的 我去想想了吧 你看见那个助手了 我看见了 信就在我这儿 急什么 什么事都得有代价 这点你应该懂吧 我看见了 我这是想把这件事 你不听话 不认为我 我认为你 他在这儿 我认为他 给他 他招了他 他招了他 方家和龙家有过节 这件事谁也说不清楚 我也没有兴趣知道 但是因果报应 姓方的儿子成了龙家的少爷 这龙家的少爷 却成了穷家小户 还和龙家没完没了的纠缠 吴生啊 我这个人啊 最重情谊啊 咱们俩兄弟一场 我也不想为难你 我也不希望你把万贯家产 让给别人啊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我可以替你保密一辈子 但是呢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把龙家的当铺田产 还有药铺的二分之一给我 你疯了 我绝对不会跟你这样的人合作 龙大少爷 你现在命都攥在我的手里 最好识相点 你从小在我们龙家住 在我们龙家吃 在我们龙家长大 你竟然 就是因为龙家对我有恩 所以我才不忍心 让别人夺走财产 想想自己的身份 现在不是你意气用事的时候 不忍心 不忍心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周婉婆那里 其实我早就去了 你们屋里的一举一动 我清清楚楚 是你怂恿我去杀周婉婆的 人可是你杀的千真万确 别往我身上推 我真想不到 你给我来这一手 我要是不答应了 三天之内 巡警局 就会找到老婆子的尸体 那又能怎么样 你当事也在场 你也脱不了干系的 是吗 他手里拿着你的一块玉佩 无声 你跟我玩这一套 你还嫩了点 一桩绅使一条人命 我跟你要这么多 多吗 你这个混蛋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我也就是混口饭吃 你这个混蛋 我宁愿去坐牢 我知道你生气 是因为你走投无路了 我跟你要的多吗 不过是家产的一半而已 老爷 这件事要是真捅出来 别说家产 你的命都没了 就算大奶奶上下通融 她要是看见蔡文博写的亲笔戏 你这个冒盆的大少爷 你给我闭嘴 走 不错不不错 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就算你愿意去坐牢 去当英雄 你想想静心 想想孩子 再想想你的冤家对头 官后谱会怎么看你呀 兄弟 咱们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有我的就有你的 咱俩联起手来 谁拿咱俩也没有办法 无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周吻婆的尸体 永远也不会有人发现 官后谱的身世 也永远没人知道 这件事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对白天知远 相联系 似雷 你干什么 我以为我们的恩怨已经一笔勾销了 如果我们的恩怨已经一笔勾销了 你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 我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说话 你自己心里清楚 难道我们之间就不能有那么一次 心平气和地说话吗 我不管你来干什么 你别以为你还会得手 你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你已经害了我的孩子 你到底还想干什么 孩子 你们龙家人耍得好手段 但我们关家人都是傻子 你们找那个姓齐的吻婆 给我奶奶拿了一种药 要她悄悄给普尔吃 好让她顺产 结果呢 普尔溜产了 幸好我们关家积德行善 老天爷保佑 你别在这儿装枪做事 知道普尔没事 你心里很不舒服啊 你凭什么说 那个吻婆是我们家派去的 说不定那些药 真是顺产药呢 你别再装了 那就是堕胎药 而且那个吻婆 跟你们龙家素来有关系 当初静心在塘边 验身就是她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别装傻 就算不是你干的 跟你们姓龙的也脱不了干系 我们姓龙的 你们姓龙的 到底要逼我们到什么地步 你们才甘心呢 我就不应该来 你的确不该来 我们官家不欢迎姓龙的上门 我要警告你 你离我们官家远一点 你们龙家造的孽 早晚会报应在你们身上的 对 兄妹怀孕 父子成仇 你说得没错 是早晚要有抱怨的 你说什么 你这么恨龙家 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 龙家会有人给你大把的银子 也许你就不会这样 你们龙家的钱 你们龙家的人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别把话说得那么绝 我官后部 要稀罕你们龙家的钱 叫我今生今世不得好死 叫我来生来世做牛做马 永不超生 我本来是一番好意 我本来是于心不忍 看来我今天真的来错了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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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子 你们姓龙的全是疯子 我不是我 的 呢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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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店盘回来了吗 盘回来了 这一荡一熟啊 损失利益部分 不过没关系 我又不求什么大生意 有口饭吃就行了 都是因为我 后婆 娘的店盘回来了 咱们应该高兴才是 钱以后再赚 是不是娘 只要咱们全家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咱们就知道了 是你 坐吧 有什么话说吧 我知道你跟我们 跟龙家有一些恩怨 是你娘让你来的吗 是我有几句话想问你 说吧 我很想知道 关于当年的事情 当年 我听普尔说过 但是 你们龙家做的好事 你真的想听吗 我等了你一个下午 就是为了这个 好 那我就讲给你听 是 旭翁 是个好大夫 他最擅长的 就是针灸 你们要干什么 警察御医房方旭翁 为实验草药毒性 在淮河流域 以治病为名放毒 导致当地瘟疫流行 罪大恶极 满门抄斩 钦此 那年 旭翁在淮河流域治疗瘟疫 却被人密掺了一本 说他放毒害人 要我们全家抄斩 只有我一个人 挺着肚子艰难逃生 我带着孩子 久死一生 终于混在人群之中 见了旭翁最后一面 就在这时 我遇见了龙大奶奶 她假意安抚我 把我带回了龙家 然而半夜 我却听到了事情的真相 旭翁根本没有任何过错 她是被龙家陷害 是为龙家顶罪的 龙大奶奶把我们带回家中 是为了要斩草除根 杀了方家最后一根血脉 龙家人做了这么多 丧尽天良的坏事 老天爷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那后来呢 你带着孩子 我带着孩子 拼命地往前跑 最后滴落了山崖 你把孩子给摔了 不 老天有眼 观音菩萨保佑我们方家 最后一条血脉 孩子 孩子还在哭 可我却动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上山采药的大夫 我是为了 游泳 人家 百岁 人家 人家 你痛快了吗 痛快了吗 告辞了 我先走吧 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我的爹娘才是我的仇人 我真希望一觉睡醒 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不可以也能将她打阳 她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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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事 什么事啊 上次你跟我说 当年那一场瘟疫 怎么 怎么又提起这件事啊 我只想知道事实 什么事实不事实的 事情过了这么多年 谁又跟你提起这件事了 没人跟我提起 我就是想忘了 这儿不是说 娘 五生 当年那场瘟疫 根本就是无头公案 而且也不是我们龙家判的呀 是 那麽 当年那个姓芳的女人 有没有在我们家里 住过一个晚上 你怎么知道 星儿来找过你 她跟你说什么了 你急什么 我 我 我只是觉得 我好像人 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你只要跟我说 她有没有在我们家里 住过一个晚上 你有没有派人追过她 和她的孩子 我 最近家里发生的事情特别多 你就别添乱了好不好 别人来烦我 你还来恶心我 好了 这事以后永远不许再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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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 对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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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生 自己在这喝酒呢 我要陪陪你吧 滚 我要是走了 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说啊 有什么事别憋在心里 说出来就好了 我知道你心里不是滋味 在这个家里除了我 还有谁能理解你 世界上有些事想通了就好了 这个冯心儿虽然是你的亲娘 但这么多年了 你们从来就没有接触过 虽然有血缘关系 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何况现在你都看见了 就算你认亲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谁说我要认亲 我认什么亲啊我 好好好 没认亲就好 没认亲就好 无声 龙家可是你的仇人啊 我说句难听的话 现在除了我这个兄弟 你身边还能有谁啊 你又何必再替那个龙家保管财产 兄弟 只要我们两个联手起来 一定能干一番大事 好 我不要你扶我我自己会走 武声 放手 哥 干嘛呢 大白天的和成这样 你可真够有出息的啊 说谁了你 还能说谁啊 你不去做你的生意 回家撒什么酒疯啊 我发疯 我说你发疯 你怎么就这么狠毒 连人家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你都不放过 不是 为什么这么狠毒你 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问问他自己 他自己最清楚 不知道你说什么 哥们就听不懂 不是他说什么 你还装 对你从小就这样 得不到手的东西 就要去破坏 你现在居然 去给人家孕妇下药 让人家流产 你怎么这么狠毒 为什么 我生 你疯了你 冯伯烊 你 дня 你别喝多了酒 在这兒洒酒疯了 你们想着别人认识孕妇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孕妇啊 对 我都忘了 你也是个孕妇 我跟你说 你根本就不应该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肚子里面孩子是个怪物 是个怪物 你知道吗 武生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你 你怎么这么跟你妹妹说话呢 早上你跟我说话没大没小 这会儿你 你往死里侮辱你妹妹你 妹妹 妹妹 她是什么 她是谁妹妹 她是谁妹妹 我声 她是谁妹妹 是谁的妹妹 我声 谁妹妹 你不要碰我放手 我声 你看看 你看看你们家的好女儿 对孕妇下药 害得人家流产 难怪 有杀人灭口的父母 就有杀人灭口的儿女 你 难怪呀 二爷 别气啊 别气啊 二叔 二叔 沈子 萧萧气儿 最近武生心情不好 等她明天酒醒了 就明白了 回来才好了几天 又成这个样子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没法过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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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喝酒了 不要离开我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不好 我不配 我不配你对我好 什么 我对不起他们 对不起谁呀 吴生 说话呀 全部的人 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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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 也不是一个好哥哥 我更不是一个好父亲 我什么都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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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生别傻了 我不配 你是个好人 我不是 你是 我不是一个好人 我杀了人 我杀了人 杀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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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惹 你不惹 我 好 我 豹 我说大少爷 酒醒了 从昨天晚上睡到现在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是宁愿我自己死了 你可千万别死啊 我这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还吃饱你呢 咱俩现在是一条生上的蚂蚱 谁也跑不了 你看看你昨天洒酒疯 差点把不该说的话都说了 是吗 头又疼了吧 来 喝点回龙酒 喝点就好了 来 拐用 我说你也真是的 多大点的事 谁家还没点秘密啊 尤其像龙家这种豪门 这只要你不说我不说 谁知道啊 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你真是谁 我说你也真是的 你说得简单 真的可以当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 是可以不当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也别自己作践自己 你是怕我死了 我死了 你的钱没地方找 这话说哪去了 你恨我 但你需要我 我这个人心地善良 我也不催你 这当铺 药铺还有钱庄子 咱慢慢来 一点一点都归到我的名下 当然了 你得有一半 我不能让你空着手啊 谁让咱俩是兄弟的 去喝散 本来就轻如一家 还起码 每个人都想去拿 拿的几个油油 几个囊房的虾 作弄它 在你眼里放拔沙 变了瓜 誓言最后成了黄花 苹果啊 你的玩笑开得有点大 心挣扎 谁在把命运 追杀 追杀 无情此刻而上 被世间测 和花人生香 西发化出 苍老的面疆 爱和恨 相交深渊也不 无那是 无那是 提督出家 无那是 无情此刻 上的世间测 和花人生香 西发化出 苍老的面疆 爱和恨相交深渊也不 无那是 无那是 提督出家 无家 了断一切 变菩萨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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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